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作为董事 我经常遵守一件事 就是我们不可以有我们自己的计划 其实我们身处的一个博物馆 叫做一星博物馆 我想那句不需要太介绍 只要香港的文化界都应该知道这个地方 或者很欣赏一些 其实我虽然是一个武者 但是我很奇怪 我对这些地方是特别敏感 我觉得我人住在这些地方 我是比较自在一点的 就像这里才说的 我有时候工作开会 我未必不如有办法 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做好 但是我来到这些地方 我整个人自在一点 我知道你舞蹈团40周年的作品 就是山水和画有关的 我经常说我很喜欢你当年的难停滞滞滞 我经常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做 这两个作品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当然一定有的 但是是否那一类呢 多谢Helen你提醒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尽了一个主题 我很喜欢这些题材 Elon是那时候的难停滞滞滞 和现在的山水 其实一听就知道是很传统的 一些中国文化 我记得是2013年 我不记得 总之是那个时候 开始有这个想法 想创作关于书法 可能是爸爸的影响 不一定 因为他很喜欢写这些 都是很传统的 觉得一定要懂这些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中学老师 我印象之中 我不知道我的舞是否是中國舞 但是書法是傳統文化 我覺得這一點我是沒有違法的 我覺得可能讓你有印象 你可能見到一個很年輕的編舞 就這樣去 所以其實是至少跟舞蹈團過往的 一些作品是完全不同的 今年是十二周年 有一點點對應了 突應了 我又覺得我沒有忘記我自己的一個初心 可能我擔任一些不同的角色 職位的時候 我又想多一些 又是一個很傳統的題材 但是又是一種我自己真的很想去的 很巧的 可能就是我完成那一台之後 我就很有幸的擔任了藝術總監 我其實非常謝謝你 你還記得那一台 我也是沒有把那一台忘掉 雖然那一台在舞團的一個 創作上是一個比較相對另類一點的 所以我這一次在做類似這樣的題材的時候 這次是關於中國傳統山水畫 可能對我來講那個境界更闊了一點 不聚焦在某一幅作品 而是一種意象 一種追求 因為我覺得無論是書法 還是中國的山水畫 它其實是代表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精髓 它承載的是我們作為東方人的一種理念 包括了哲學 包括了歷史 什麼都在理念 那我覺得知道我們跳舞 老講中國舞 中國舞 多多少少要跟這些東西有點關係 我很期待 非常期待 因為我一看到山水和看到內容 我已經覺得很厲害 是啊 希望買這些真是很開心 再來說 有時候 在多瓦創作是一個很孤獨的一條路 但是我往往又覺得 正因為我們抱有這種很孤獨的一種 狀態 所以偶爾有一兩個之音 甚至是一種 Fuel到一種Support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感恩的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有時候我們為什麼 其實Helen 這其中我們 你是前輩 我最後我們的經兵 都不是太多 但是那種 准在半眼中 是啊 我是非常感恩的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心胸 這種包容 但是你有沒有 會覺得有時候 董事會說一些東西 或者一些要求 是令到你覺得有些不舒服 嗯 首先我覺得 真的每個人看東西的角度是不同的 我自己是很奇怪 香港的這種藝團的運作模式 因為我可以在內地長大 那我來這裡工作 首先我是很好奇 為什麼這樣的運作模式呢 是啊 每一個董事 在我眼中 我覺得是很可愛的 雖然還有一個都是社會賢達 都是前輩 首先等一下 可以為甚麼 沒有錢 我還懂 我是壽星 我是擔任一個職位 管理一個團隊 帶一個團隊 而我面對的這個委員會 他們其實是一份義工來的 嗯 你有甚麼必要去跟 喂 打不留他們可以離開 沒有損失 他們花了他們自己的想法 所以 我會 至於這一點 我就會非常的尊重 因為尊重 而我產生了 我會比較客觀和冷靜 嗯 我會盡量解釋 那始終大家不同的改變 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 是 那我就需要多點時間去解釋 其實我多數是這些 那我都覺得 我如果可以說服 都不同改變 給一些人士 一些前輩 或者是一些社會的賢達的話 那都是我的一個分類式 而且也是我的一個能力 因為藝術 我是覺得怎麼你怎麼看 你千萬不要覺得 好像藝術是一種 取高賀寡的 只有某些人才能夠懂的 大部分人是不懂的 那這就大錯特錯 對我來說 我是很反對這件事情的 嗯 藝術跟人跟生活 跟日常的 daily life 是分不開的 嗯 所以 你如果從他們不同界別的 也許是一個 銀行家 我們經常讀書有很多 或者是一個律師 他的角度 哎你要聽 為什麼他會這麼去看 你的一個創作 或者是舞團的一些現象 其實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我唯一我就是覺得可能 那可能我有解釋多一點 嗯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 大家也多做些交流 那就幫助我 不要困在一個範圍內看這件事情 嗯 能夠幫助我跳出來 看我做的這件事情 我們作為董事呢 我經常遵守一樣東西的 就是我們不可以有我們自己的 agenda 就是不要說我想這樣 你就要這樣做 我覺得做董事就應該是這樣 就是可能你對我來說 我學到的是一個作人 舞蹈團都叫做了一段時間 由跳舞開始 到慢慢參與一些拼舞 然後慢慢擔任了不同的職務 大概在某一年就擔任了這個藝術總監 那你也來到了舞蹈團 然後我自己就真是很想 就是說想要請教你 我在想 你有沒有覺得香港舞蹈團 有它的一種特別之處 我覺得香港舞蹈團 是真是香港的一個舞蹈團 可以代表香港 因為我們是有民族舞 中國舞 當然也都有現代舞 還有舞蹈員也有很多都是本地訓練的 所以真是最能代表香港的團 我們的演出也都在你的計劃中 又可以有不同類型的品種 我們不是純粹跳民族舞 或是中國舞 沒錯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例如這個紅樓三缺 對 紅樓三缺 那些全部都有新的思維在裡面 沒錯 所以我覺得香港舞蹈是有它的特色 我覺得你做的方向是對的 以及你的背景 因為你在內地受訓 你又參加過廣東舞台舞團 又參加過香港舞蹈團 原來是一個舞蹈者 參加過CCDC 所以你其實真是一個 最能夠有這些不同的舞蹈品種 在你裏面 你可以將它們消化了 拿出來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事 所以當我聽到你做了香港舞蹈團的藝術總監 我都說很適合的人選 多謝多謝多謝